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引人注目的影响力 尤其是亚裔美国人对他的强烈支持达到70%的现象 这一支持不仅反映了亚裔社群对政治参与的重视 也展示了哈里斯如何成为多元文化的象征 激励了无数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面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攻击时 哈里斯以果断的回应展示了他对总统职位的尊重 并强调了政治应该由真实的领导力来引领 他的立场在国际议题上也显示了他的坚定信念 呼吁结束战争并保护无辜生命 此外,刚人队的传奇人物也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 这无疑为他的选举增添了更多动力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亚裔社群的投票行为和哈里斯的支持将成为关键焦点 这一切是否能转化为实际的选票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正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 而他的支持者中 亚裔美国人的声音尤为响亮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 亚裔美国人对哈里斯的支持率高达70% 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他在这一族群中的受欢迎程度 更可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成为关键力量 这背后反映出亚裔社群对于政治参与的重视 以及对于自身权益的积极追求 哈里斯作为美国首位具有亚裔血统的副总统 他的成功故事点燃了无数亚裔年轻人的梦想 尤其是那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们 哈里斯的母亲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移民 父亲则有亚买加血统 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让他在成长过程中 深刻理解亚裔社群的需求和挑战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哈里斯一直专注于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 这些议题对亚裔美国人尤为重要 许多亚裔家庭在美国面临着经济压力和社会歧视 哈里斯的政策提案 如提高最低工资 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资源的分配 自然吸引了亚裔族群的支持 此外 哈里斯在反对仇恨犯罪方面的努力 也得到了亚裔社群的赞赏 随着近年来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频发 他积极倡导立法 旨在加强对这些罪行的惩罚 提高社会对亚裔社群的关注 这些行动让亚裔美国人感受到被重视 也让他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然而 这个支持是否能转化为选票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南华早报指出 亚裔美国人虽然在数字上不容忽视 但他们的投票率历来相对较低 哈里斯及其团队需要投入更多努力 来动员这一族群积极参与投票 通过社区活动 选民登记推广 以及针对亚裔的宣传 都是提升投票率的有效手段 社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许多年轻的亚裔美国人通过Instagram 和TikTok等平台分享自己的故事 呼吁同胞们关注政治 积极投票 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 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是有力量的 并且能够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 除了民意的支持 哈里斯还在公共场合反击了来自对手的攻击 在NBC News的报道中 他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 他为烂副总统的言论做出回应 强调美国人民值得更好的领导 哈里斯指出 特朗普的行为贬低了总统职位 并呼吁选民不再让他有机会 站在美国总统的印章后面 哈里斯还在MSNBC的访问中强调 总统不仅要在国内树立标准 还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榜样 他指出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的一场 集会上对他的猛烈攻击 正是对于美国政治标准的贬低 在面对媒体提问时 哈里斯也被问及他在处理国际事件上的立场 他重申了要结束战争的立场 呼吁释放人职 同时谴责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数量 显示出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果敢立场 不仅如此 哈里斯在竞选阶段还展现了他的战略眼光 在一场匹兹堡钢人队的比赛前 两位钢人队的传奇人物杰罗姆 贝蒂斯和厄棍乔格林 以及已故跑为法兰科哈里斯的家族 都对他公开表达支持 这些声援让哈里斯在这场充满体育热情的活动中 获得了额外的支持 而这些支持者也代表着一部分美国人民 对哈里斯领导力的信任 钢人队的声明道出了他们的期望 是时候选择一位会为我们奋斗的领导者 一个真正完成工作的领导者 而不是在半空的场馆里抱怨的人 他们认为哈里斯正是这样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者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亚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投票行为 将成为选战的焦点 卡玛拉·哈里斯的支持者希望 他能够通过他的政策和领导力 赢得更多选民的心 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这场政治角逐不仅是理念和政策的较量 更是对于美国未来方向的抉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卡玛拉·哈里斯的亚裔支持者越来越多 这无意为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巨大的助力 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跨族裔的支持不仅体现了哈里斯的政治魅力 更凸显了他对于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的承诺 亚裔美国人曾经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但随着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影响力的增强 他们的政治参与变得愈发重要 对哈里斯的支持反映了亚裔社群 对于自身权益的重视 以及对于一位能够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领袖的期待 哈里斯的多元文化背景 让他能够更加敏锐地体察到 亚裔社群面临的挑战和需求 这就是他获得亚裔支持的重要原因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亚裔美国人在历史上投票率相对较低 这意味着即使他们在民调中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 这种支持未必能转化为真实的选票 历史上 亚裔对政治的投入往往局限于社区层面 并没有形成全国化的选举影响力 更何况 哈里斯的政策提案是否真正能解决亚裔社群面临的问题 仍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即便是他所倡导的反仇恨犯罪立法 虽然利益良好 但在一个对于枪支管控和法律执行分歧严重的国家 能够取得多大成效依然是未知数 因此 把亚裔美国人的支持是为哈里斯竞选成功的关键 恐怕有些过于乐观了 确实 历史上亚裔美国人的投票率不高 但这正在改变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 年轻的亚裔选民不再只是沉默的一群 他们通过Instagram和TikTok等平台积极分享自己的故事 呼吁同胞重视政治参与 这种自下而上的运动 正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此外 哈里斯不仅仅依赖亚裔的支持 他的政策在改善教育 医疗和提高最低工资等方面 也获得广泛认可 他在反仇恨犯罪方面的积极行动 为让许多亚裔感到被重视 这种被认可感会去驱动他们 走上投票站 支持一位能够理解 并愿意解决他们困境的领袖 同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我们不能过于高估其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 即便年轻亚裔通过这些平台表达支持 最终能否转化为投票行动 仍然需要考量 根据过去的数据 亚裔选民的政治热情虽然有升温的趋势 但他们的选举参与度仍然落后于其他族群 而且 亚裔群体内部的多元和分歧也可能影响支持的统一性 哈里斯的政策提案 虽然看似针对亚裔利益 但能否有效执行 还要看具体的政治运作和立法进程 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国会环境中 想要推动有实质影响的政策并非一事 所以 仅仅依赖亚裔的支持还不足以成为哈里斯竞选成功的保证 没错 亚裔内部确实多元且有分歧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多样化的需求能够促使哈里斯提出更加全面的政策 他的印度和亚买加移民背景 使他更能理解移民社群的复杂性 再者 哈里斯的政策并不仅限于亚裔利益 他对个族群平等的推动 有望整合更多支持者 哈里斯团队若能在选举过程中有效动员 将亚裔的支持转化为投票 不仅能提高他的竞选成功率 还能促进亚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 选举日的真正挑战 在于能否让这个潜在的票仓充分发挥作用 而哈里斯已经在这方面做出许多努力 包括社区活动和专门宣传 这会是他的一大优势 哈里斯的努力不可否认 但我们需要保持现实 亚裔美国人的声音固然重要 但在一场全国性选举中 仅靠一个群体的支持不足以奠定胜举 美国选举的复杂性在于各州的选举人团机制 以及不同地区选民的多样化需求 即便哈里斯在亚裔群体中取得高支持率 但若他无法在其他关键摇摆州取得突破 选举结果仍不明朗 此外 哈里斯在黑人男性和部分进步派中面临的挑战 也不容忽视 这些选票的流失将削弱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 最终哈里斯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能否在多方压力下协调各方利益 促成更广泛的选民支持而不是依赖单一族群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些奇奇的辩论中 对于卡玛拉 哈里斯在亚裔社群中的支持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展开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 楚天书强调了哈里斯所代表的多元文化背景 使他能够理解并有效回应亚裔社群的需求 病人位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 年轻亚裔选民的政治参与度正在提高 相对的 谢奇奇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指出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历史上较低 且面对复杂的选举环境 单一族群的支持不足以保证哈里斯的成功 楚天书的观点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他指出哈里斯在亚裔社群中的支持 反映了这些选民对自己的政治声音的追求 以及对能代表他们的人选的期待 这一点在目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哈里斯作为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候选人 能够更好地理解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 这物以为他的选举增添了分数 此外 社交媒体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 这些平台往往能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 然而 谢琪琪所提出的观点同样重要且现实 虽然年轻的亚裔选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热情 但这是否能转化为真正的投票行为依然存疑 尤其在美国的选举中 亚裔选民的低投票率历史悠久 这一点不容忽视 即使哈利斯的政策提案看似能够解决亚裔社群的问题 但实际执行的难度和全国选举的复杂性 都是他必须面对的挑战 谢琪琪的观点提醒我们 政治支持的转化并非仅凭信心和期望 两位辩手在辩论中都展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楚天书的乐观与谢琪琪的谨慎 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楚天书的主张强调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潜力 而谢琪琪则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反映出政治运作的无奈与困难 最终 这场辩论的核心反映了美国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真理 即使在多元与希望的背景下 政治的成功依然需要数据支持 策略规划和有效的社会动员 总结来看 无论是楚天书的积极展望还是谢琪琪的现实考量 两者都为我们理解当前政治局势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无论哈里斯能否成功关于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的讨论 无疑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有益探索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